竹山正農会在社会公益的投入也不遗余力 往年也都会将家政班所做的料理 分享给弱势民众 今年度中秋节即将来临 也以火龙果来制作面包与月饼 准备带给玫瑰奇能训练中心的大小朋友品尝 竹山农会在前几年就都已经有高龄者 也在关怀这些弱势 前几年我们都是赠送到华山的创世基金 那这几年来我们就有送到我们的玫瑰奇之学校 将近有五六十份来自重给他们 在这个中秋时节能够有一个好的中秋节的一个家庭 这次用来制作糕点的火龙果 农会都选择在地出产的有机火龙果 也希望借此帮助农友推广行销 而家政班的学员们也敢于农会长期以来 对于他们资源的挹注 所以也发挥爱心 将所作的糕点分享给弱势团体 来回馈社会 我们也收购了两千多斤的火龙果来烘成干 也希望能够帮助果农 而且我们买到的都是属于有机的火龙果干 所以大家可以安心的使用 既然就是使用了农会的资源 我们就想做一下回馈 做一下公益这样子 我们大部分找的就是比较弱势的团体 对于甜妈妈家政班的善心 县议员蔡宇也深感认同 并感谢成员们能够抽空来制作糕点 让玫瑰奇能训练中心的大小朋友们 感受到中秋节的气氛 竹山正农会 这次结合家政班甜妈妈 一起来制作月饼 让我们在地的这些社区妈妈 都能够来做的一手的烹饪的一个好厨艺 制作出来的这个月饼 也都非常的精湛 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我们这次 所有的志工妈妈 能够把宝贵的时间 拟出来 一起做月饼 送爱心到玫瑰奇能中心 议长和胜风除了肯定竹山正农会 规划课程的用心 也感谢学员们帮助弱势团体的善举 让玫瑰奇能训练中心的大小朋友们 能感受到更多社会的温暖 记者卢与凯竹山采访报道